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43到54节 在过去几次我分享约翰福音当中 我们分别看过耶稣的生命 耶稣的位格 这个比较难 耶稣自己传福音的过程 我们也看过约翰福音当中最重要的三个词 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三个词 你一定要注意一个就是神迹 你每次看到神迹就要眼睛一亮 第二个就是生命 你看到耶稣 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生命 还有第三个就是相信 这三个词是贯穿这一个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三个词 你知道很多的事情是你没有抓到要领 你就事倍连功都没有办 可是如果你抓到重点的时候 就原来如此 所以约翰福音最重要的就是三个词 第一个词就是神迹 第二个词就是生命 第三个词就是相信 上一次我特别用一次的时间专门讲 这一个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 我说是活水的生命 是因为耶稣传福音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 他带领她走过一个路程 带领那个女人走过一个路程 显示出耶稣要给她的生命 第一是胜过物质需要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物质的需要 可是这个活水的生命是胜过物质需要的生命 第二 活水的生命是能满足情感意志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感的需要 那个女人有情感的需要 我们不只是说她有欲望 我们这样讲 好像觉得我们都没有欲望 你知道欲望跟情感 它是一样的东西 它只是表达或动机的不同 是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情感的需要 这个女人有情感的需要 她的情感的需要特别表现在 她需要有一个伴侣 我们也有 可是我们不一定是表现得这么强烈在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可能有某种情感的需要 可是耶稣所赐活水的生命 是能满足情感意志的生命 第三 活水的生命是能唤起我们的良知 唤起我们的良知 换句话说 有些人的良知是不容易被唤醒的 可是有些人的良知是容易被唤醒的 而我们得到的这个生命是 容易唤醒良知的生命 而且这个活水的生命 使我们能够与神交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曾经努力过 我之所以这样讲 是因为我信耶稣的时候很小 你知道吗 你知道很小信耶稣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东西都背进来了 背进来了 所以一下子出来的时候呢 人之初信本善信相近习相远 从小背的 所以一下就会了 可是如果你是年纪很大的时候 才信的时候呢 那是另外一种感觉 我小时候信的那个信仰呢 要经过很大的 年纪很多的时候 它去印证印证印证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曾经努力过 你曾经失败过 你曾经经过大风大浪 你也经过高山 走过低谷 这一个生命你一听你就会想要 因为它胜过物质需要 它满足情感意志 它能唤起良知 它最后还带我们与神同行 如果你是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这个生命你一听 你一定会想需要 你一定会想需要 约翰福音最重要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对吗 我们都会背 可是我们再念一次 预备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一句话就是神迹 这句叫神迹 什么就是神迹 神迹不一定等于其事 神迹是神做事 我一定要我们全教育的弟兄姐妹 把这个观念 definition非常地清楚 神迹不等于其事 其事不等于神迹 神迹是神所做的事 这样听得懂吗 那个是不管奇怪不奇怪 是神所做的事 叫做神迹 神迹 神所做的事是神迹 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样的神迹 上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邱华在这边讲那个饶恕的那篇信息 我自己 我自己做教会的牧者 已经三十年 我现在带领 同时带领一百五十位牧师 在欧洲 在美国 在亚洲 我这礼拜六就要出国了 你们要为我祷告好吧 我这次去会碰到上百个牧师 在欧洲 这一次有六个礼拜 会分别跟他们有一些互动 我发现 饶恕 是今天教会最大的困难 对吗 你心里面还有没有不能饶恕的人 不要跟我来这一套 我们心里面都有很难饶恕的人 对吗 很难饶恕 我不要说你绝对没办法饶恕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饶恕上帝 你不要说不可能 那是因为你的问题不够大 那你问题够大的时候 你连上帝你都不肯饶恕 当求完 你讲完以后 我就在反省说 我还有没有不能饶恕的人 其实我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还真不太有 还真不太有 可是有一天 当我要睡觉的时候 我就想起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 我相信人跟人互相 都会彼此得罪 对不对 很少是 全部是我得罪你 你完全没得罪我 很少这种事情 因为他是相互的 所以你得罪我了 我就得罪你 结果你又得罪我 我就得罪你 对不对 所以很少人是 说全部是你得罪我 我对你是一点都没有得罪 没有 我就想起我很多年前 我是觉得他得罪我了 但我可以想到 他一定觉得我得罪他了 对吗 那今天的问题 我不能求他 一定要饶恕我 即使我跟他道歉再三 他也未必会饶恕我 对不对 今天问题在我这边 是我愿不愿饶恕他 我愿不愿饶恕他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在想说 如果上帝 已经赦免了我 一千万银子 我这个十两银子 到底能不能够放过 我在那天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就开始祷告 我就把那个 那个得罪我的那个人 叫出来 你们会不会这样做 所以你们灵命不会进步 我就把那个人叫出来 我就跟他说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以后我对他说了 十个感谢他的话 得罪我的人 我跟他说我谢谢你 一 我谢谢 而是具体的 不是说我谢谢你 很抽象的用语 不是 我是具体的 我谢谢你 因为怎么样 我谢谢你 因为怎么样 十个 我就突然发觉 我以前理智上觉得 我可能饶恕他了 至于他饶不饶恕 我是在他里面 对吗 可是今天问题是 我能不能饶恕他 才是个大问题 他不饶恕我 我也没办法 问题是我能不能饶恕他 你知道我说完 那个十个之后 我就睡着了 睡着了 我告诉你 这个叫做神迹 按我这么理智的脑筋 按我这么会计算的性格 大家 你欠我多少 我欠你多少 大家算清楚 把账拿来算清楚 最后的结账是 你还得欠我2458万 然后我一次不要 是这样吗 没有 那就不见了 如果你真的欠我2458万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可是 这个就不是我 这叫做神迹 神所做的事情 所以什么叫做神迹呢 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 特别是在我们的身上 这多么的真实啊 神所做最伟大的事情 神迹就是 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那什么是永生呢 这里说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什么是生命呢 这个不致灭亡 并不是佛教里讲的涅槃 不是佛教里讲的 吹去消无 如果你对佛教没有研究 那没关系 就是他不是涅槃 他不是脱离轮回 他不是不见了 你要知道 通常大部分在佛教里面的人 是一直在轮回的里面 不是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是指 我们就能够与神同在 与神同在叫做永生 所以永生并不是死了以后才会有的 永生是什么时候有的 现在就有了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说教一切信他的 我们什么时候信啊 死了才信吗 你现在就信了嘛 什么时候信 可能你是用受洗的日期也没关系 可能你是用信的日期也没关系 有些人是受洗很多年 都突然觉得说 哎呦我现在才信啊 也没关系 反正是今生 换句话说 今生我们就能够与神同在 你说我没感觉 对 很多事实也没感觉 对吗 事实都有感觉吗 没有啊 来我们全体一起 不管你有戴口罩 没戴口罩跟着我一起来做 吸气 吐气 来一起来啊 吸气 吐气 请问你有感觉空气吗 有啊 那你不错 你是比较有感觉的人 来再一次 来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现在请告诉我 你所吸的气体当中 有氧气占百分之多少 二氧化碳占百分之多少 你没有感觉了吗 对吗 可是我问你 里面有没有氧气 有没有二氧化碳 你相信啊 你真相信啊 那个 一个是感觉 一个是什么 事实 它就是有一个百分比 所以那个百分比会有点高 会有点低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句话 神爱世人 剩下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那个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现在不是未来 Trust me 现在不是未来 不要等到那天 有点可惜 现在他就在我们这里 好 因此 我们已经知道了 神迹 又知道了 永生 把神迹跟永生 能够接在一起的 就是相信 就是相信 使永生和神迹 神的作为 和与神同在 连在一起的 关键就是相信 那到底什么是相信呢 到底什么是相信呢 相信的对象是什么呢 信心又是如何表现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今天我们要用一段的经文 来看耶稣基督 借着他自己所行的事 你知道基督信仰 一个最特别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也研究佛教 我也研究别的宗教的 基督信仰最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他都是用写出来的经典 来解释 那这跟佛教有点不一样 佛教是后来 很多人一直补充 基督教 结束了 他就不能再写了 就用这一个来解释 所以它是个封闭的东西 封闭的东西 那只能从里面解释出来 那这样就才有安全感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封闭的东西 那这里面讲到的 相信是 耶稣基督自己做一件事情 然后告诉我们说 这叫做相信 其实相信或信心 是基督徒生命生活的表现 基督徒 不只是在相信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不只在相信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信心 不只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需要信心 而且我们也是 按照我们的信心 来生活的一群人 我们透过信心 来度过每一天 你要知道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term 你没有把这个词 你没有把信心 这个定义弄清楚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会模糊 对吗 你要知道我们中文的表达 中文的表达 是属于描述性的语言 所以我们通常会从 一个结果来解释这个词 可是这样有点危险 因为这样就 那个词性是不稳定的 那我今天要透过 透过耶稣所行的一件事 来让我们就是把它 把这个信心 非常精确地描绘出来说 这叫做信心 只有这个叫做信心 这就是信心 只有这个 那你以前不知道 这个叫信心 这个叫信心 你以前以为 这个叫信心 其实这个不是信心 所以如果你能够抓到 这个重点的时候 你就容易经历它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信心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信心关系着 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信心不仅叫我们得生命 信心也关系着 我们属灵的成长 属灵生命的成长 信心是我们每天成长的原因 有一次 有一次 教会 很多年前 教会有一个 姐妹家里有点事 那我就一直在找这个姐妹 一直在找这个姐妹 那因为呢 她的女儿得了癌症 那我就想说 赶快跟她联络 然后我要去探访她们的家 然后跟她的儿女 跟她的妈妈 就是这个妈妈 跟她的女儿一起祷告 她的女儿还没有信主 所以知道自己得癌症 就一直在抱怨 后来我就找到这个妈妈了 找到这个妈妈了 我就跟她打电话 她跟我说 她说 李长老 她说 如果不是有这个病 她说 如果不是有这个病 我们家 怎么可能有 更 有机会 更亲近主 更认识主呢 听我懂他讲什么吗 这个不是很 这不是 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吗 我们这样讲是容易 你听个懂吗 等你儿子女儿得了癌症 我们再来讲这句话 就不容易了吧 听个懂吗 那这是何等的信心啊 这是何等的信心啊 这样子的信心 是怎么来的呢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真的能够 把一件事情这样解释吗 我记得我跟你们说过 应该有一两次了 我有一个学生 是很优秀的学生 他因为脑瘤 开刀 全部成功 他却看不见了 那医生说 那个看不见 查不出任何的原因 他的视网膜为 没问题 他的视神经 没问题 什么都没问题 就是看不见了 医生都不能解释 那医 他就问医生 那我能看见吗 以后 医生说我不知道 医生说他不知道 那天我就讲了 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 我就跟他讲说 趁着眼睛 还没有看见以前 做一些以后眼睛 看见以后就不会再做的事 听得懂吗 其实这句话不是从我来的 你知道吗 这么复杂的句子 不是我能够想到的 只是我听到他说 他没有任何的原因 医生查不到任何的原因 他只是看不见 结果我的嘴巴就跑出这句话 说趁着你眼睛还没能看 再看见以前 做一些以后 你眼睛能看见的时候 不会再做的事了 这句话真的不是我说的 去年我就在米兰看到他 他抱着我的时候 他说我听懂了你说的 我现在正在做一些 眼睛以后 我看见的时候 就做不来的事了 那这个叫做 急获不然的信心 对吗 急获不然的信心 就是如果有点我看见了 那就没问题 对不对 如果没看见 我也没问题 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都是很值得的事 他真的做了很大的事 我告诉你 他做的那件事情 是眼睛看见的时候 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没有时间 重复讲一样的事 但是我要告诉你 信心是很奇妙的 但是信心相信在圣经里面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词 不是当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立即反映出来的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文 或者中国人的思想 或者我们说台湾人的思想 It's ok 就是中文的思想里面 早期更早进入我们文化的是佛教 早期进到我们当中的是民间信仰 基督信仰是最后才进来的 大概就是两百年 台湾也就是差不多两百年 一百多年 其实进入台湾的基督教 跟进入中国大陆 它是从不同的系统进去的 不管如何 这些都晚于民间信仰 所以我们对于相信这个词 是受佛教 受民间信仰的影响叫深 与基督信仰讲的相信 有一个距离 所以今天这一堂就很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用佛教的概念 或者民间信仰的概念 来看这个词 我们就会走偏 真的是走偏 很多人都走偏 我希望今天能够跟你们弄得很清楚 好 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 43节到54节 我一节 你们一节 43节 过了两天 耶稣离了那地方 往加利利去 到了加利利 加利利人既然看见 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 就接待他 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 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 就来见他 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那大臣说 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 还没有死就下去 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便知道 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最后一节说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 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那这一个神迹是怎么样的神迹呢 这个神迹是耶稣有一次在加拿的时候 遇见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生病 后来他就从他所住的城市 跑到加拿来找耶稣说 赶快下去救我的儿子 那耶稣说 你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简单来说 结果这大臣就真的相信了 他就跑回去 回去的路上就遇见他的仆人 上来找他 说他的儿子活了 没想到这一个大臣呢 就披头就问 儿子什么时候好的 结果他讲的时间 正好是耶稣讲说 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 所以他就确定了 真的是耶稣叫他的儿子活了 那这就是这个故事 很简单的一个描述 从这一段圣经 我要跟各位来分享 有关信心的事 什么叫做信心呢 我告诉各位 圣经里面的信心 有一个过程 因着信心阶段的不同 呈现出不同的层次 相信有一个过程 相信有一个过程 你知道我在传病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跟我说 我现在还不能信 我绝对不会跟他说 赶快信 他信了以后 我还叫他慢慢信 然后很多 我年轻的时候 人家逼着我信 你知道吗 信以后马上就把 水滴到我的头上去了 就希望我赶快受洗 受洗就叫我赶快长 我是这种背景长大的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叫做亚苗助长 其实他相信是有个过程 因着我们信心阶段的不同 他会呈现出不同的层次 基督信仰的相信 并不是我们看到这个词 所反映出来的含义 从整本圣经来看 基督信仰的信或相信 并不是一个点的概念 而是一个现的表现 基督信仰的相信 并不是一个点的概念 而是一个现的表现 他不是现在你信 你就得一个结果 明天你不信 就失去一个机会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那是另外一种宗教的信仰 信就得到一个结果 不信就失去一个机会 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 你信心没有 所以这一次就没得着 你听得懂吗 这句话就是那一种概念 所衍生出来的嘛 就是你现在 三秒钟之内要回复 不然的话 这个密码就会不见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赶快打说 号码对不对 六个字数字 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转账的时候都这样 对吗 对不对 要马上转账的时候 要用六个数字 六个字对了 信心来了就进去了 那没有过 没关系 你重新再来一次 不是 我们的信仰的信心 真的不是这样 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不是 所以你不用被别人影响 你就继续的 慢慢的相信 相信有一个过程 相信是一个 不断表现的过程 相信有一个过程 相信是一个 不断表现的过程 所以罗马书说 这意思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亦人必因信得生 意思是说 这一个生命 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从开始是因着信 后来也因着信 中间的过程也是信 所以你有的时候信 有的时候不信 It's ok 神学上听得懂吗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信的 然后我信就得一个 不信就失去一个 你整天都在抽奖 没有 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 我们的信心是一种生命 有人 从生下来 某一天一站起来 就没有跌倒过吗 没有啊 我六十几岁了 一个多月以前还跌倒呢 我不是很会走路的吗 那怎么会跌倒呢 你听得懂吗 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的 我们当中没有人相信上帝之后 就没有再有失败过 就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你不必觉得你有罪恶感 我不信 对 但站起来再走 它是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一开始是因着相信 到最后都是相信 所以信它是有过程的 信不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信心生活是有层次的 是有层次的 有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要相信很不容易 怎么可能呢 但渐渐的 更多的往前走 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的经历 我们就更容易相信 更容易接受 更容易过信心的生活 当我们越经历它 我们越就可以明白 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 我们也熟练这种状况之下 我应该做出什么正确的反应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 有没有明白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一组号码 你每次都拿到这个号码 而且你还是固定号码 你听得懂吗 7253 每次进来就7253进去 那7253就是你的信息 其实不是这样 它信息它是个过程 它是个慢慢的 它是个慢慢的 很多年前有一次 有一次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三十多岁 我刚刚做传道没有多久 刚刚做长老没有多久 有一天早上巧 去接到一通电话 那个时候只有坐机 对不对 没有手机 所以我就接到一电话 我在家里 就说教会里面某个妈妈 在三军总医院 说你长老 你可以不去看她 我就立刻就去看她了 看她了 我就到那边 那三军总医院 那个时候在厅州路 我就跑进去 跑进去我就到那个电梯那边 一看电梯很多人 你知道三军总医院 那个时候 很多人还没搬到新的院区 很多人在那个门口 在那边的电梯 或者我就 又跑到另外一个电梯去 也是满满的人 后来我就用跑的上楼梯 一晚上 我还去看那个妈妈 我跑进去的时候 我跑到那个门口进去 我记得好像很多楼 很多人 不是那个什么 两楼三楼四楼这种的 很高 我就一走 然后就喘了个药 手机看到妈妈 那个妈妈坐在那边 我就说 猪妈妈 我说 你怎么昨天晚上 就没有叫人打电话给我呢 怎么今天早上才打 他说 你怎么来了呢 我说别人告诉我 说你生病了 孩子把病房号码告诉我 所以我来看你 来为你祷告 他跟我说 李长老 你这么忙 你不要来看我 你就看别人 我说那怎么得了 你是教会的老妈妈 我当时要看你 我就握着他的手 他的手是冷的 冰的 我的手是热的 我就一直把他这样握着 握着握着 我就跟他说 我三十几岁 他大我应该有四十岁左右 我就 我帮你祷告 他说李长老 他说真的 他说我真的不需要 他说你去看别人 去服侍别人 他说我 anytime可以走 我真是不懂 我三十几岁 真是不懂 我就说怎么可能呢 又谁不怕死呢 但是你问我 我现在告诉你 我经历了这么多次 经历了这么多年 我可以了 如果有一天我生病 你没来看我没关系 你去做点别的事 因为我很想去了 这个不是 你要不要的问题 这个是你长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变出来的问题 这样听得懂吗 你知道生命是个奇妙的事情 生命当你到了某个层次 你就会了 你就会了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今天要来跟各位讲 那么信心你要怎么记 你要怎么记 你每一次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就把这三个 definition拿出来 检查 过了就过了 没过也没关系 知道要这样做 却没有这样做 也没关系 下次怎么样 再来一次吗 你有看过小孩子 坐着 本来不会走路 也还不会爬 就只会躺在床上 然后最多现在可以坐了 有一天站起来就走路 你看过这种孩子吗 没有吧 你要吓死啊 他一定要先爬嘛 或者不太会爬 对不对 然后就要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还要拍手 快站起来了 站起来了 你干嘛 他站起来了 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然后走 又跌倒 又走又跌倒 有一天他就跑起来了 这样听得懂吗 你知道生命是这样来的 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来的 不要强求 但你要知道 这个是或不是 要或不要 能或不能 来 第一 从这一段的圣经 我们看到圣经的生活 有三个层次 一 信就是接受 信就是接受 我们发现 有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实在很美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说话 他们的生活 都表现出 对神高度的信心 昨天我跟 我跟圈娃 跟一个弟兄姐妹吃饭 他就一直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你们怎么可能 这么有信心 我是为了让他理解 我说我是专业的 你是业余的 听得懂吗 然后我是十几岁就要信耶 十几岁就要做传道人 我三十几岁 立志做传道人 而且做了以后 我三十几年过去了 我多少的失败的累积 我终于看起来 比较有养殖了 所以那个生命是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锻炼出来的 那我们有时候 很希望有这种信心 很希望 很希望 但有时候我们会 以为信心 好像一颗药丸 吃下去了 马上就有信心 可是圣经让我们 看见不是这样 从耶稣医治这个大臣 我们就清楚地看见 他的信 他的信 他的信有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的信 而且我们也发现 这三个阶段的信 就代表了我们 信心生活的 三个不同的层次 其实这一段的圣经 刚才读的时候 出现了三次信 这个词 非常的奇妙 第一个在四十八节 四十八节 我们念四六四七四八 好不好 我们来 然后当你念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画面找出来 预备 请 耶稣又到了 加利利的加拿 求他下去 医治他的儿子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我们可能打错一个字 当耶稣来到加拿的时候 有一个大臣来找他 求他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救他的儿子 医治他的儿子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都不问为什么 所以你觉得很顺 其实一点都不顺 因为耶稣是不是个医生 耶稣不是个医生 那 为什么这个大臣来找他呢 而且这个大臣来的时候 非常明显 就是说 你下去医治我的儿子 你下去医治我的儿子 我问你 生病人应该找谁 在后面 生病人应该找医生 不是找牧师 不是找长老 听得懂吗 正常状况就应该找医生 请问 这个大臣有没有找过医生 有没有 没有啊 这就是很多基督徒今天告诉你的 要相信神机 不要相信医生 谁跟你说的 出了事情 要打官司 想办法找律师 听得懂吗 有状况 身体不好 要找医生 要锻炼身体 请找教练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今天我们把神神化了 你听得懂吗 好像就找到他 就能解决所有的事情 我不能说这句话有毛病 我只是说顺序上有问题 合理的这个大臣 有没有找过医生 有没有 你家孩子生病 找不找医生的 都直接祷告是不是 直接烧香 还是来我们教会 请你先去找医生 找医生的同时 你可以祷告 这个是可以并行的事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不去找医生 因为必须找医生 那我问你 大臣去找医生 你猜他找过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找过 一般老百姓找医生 找这个不得了 对不对 那我问你 大臣找医生 有没有容易一点 没有啊 当然有啊 不必讲利害关系 有朋友关系 谁不想跟大臣交往 是不是 医生也要跟大臣交往 大臣也要跟医生交往 我因为做牧师 做牧者很多年了 我认识非常多的医师 所以我看医生 通常都是视讯看诊 在我们 这个疫情以前 我就是视讯看诊的 现在都可以用视讯看诊的 对不对 我都是视讯看诊 因为别人找我问 属灵问题的时候 也是视讯看诊啊 对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医生需要 牧师的时候 也是视讯看诊 对不对 那我牧师找医师 是不是也是视讯看诊 当然是这样啊 那你想大臣 在那个年代 八节都来不及 他怎么会没有看过医生呢 所以你就知道 他这个儿子怎么样 答案在47节嘛 因为他的儿子什么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就死定了 他走投无路了 才来找耶稣的 才来找耶稣的 这个是医生束手无策 这个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大臣 只好亲自 你注意听啊 只好亲自 诚意地从加百农 跑到加拿来找耶稣 盼望耶稣能够救他的儿子 可能他找不到耶稣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那是最后一步 可见一个人的信心的 动心起念 通常都是在人 比较没办法的时候 少数人 我不能说绝对没有 少数人是在很 状况很好的时候 就说我相信 通常都是在很弱的时候 我相信 不要觉得丢脸 因为人都是一样 不会只有你这样 我也这样 我虽然很巧就信耶稣 可是我真正没有办法 我真正全心依靠他 是没办法的时候 有办法谁不弄啊 你听得懂吗 我这个钱我付得起 我不会去找你借钱 我们自己能面对 我不用找别人 所以人通常会在这种状况之下 去相信耶稣 这个人 他就是已经走投无路 他来到这里 所以耶稣对他说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按着约翰福音 对神迹的定义和信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很清楚地说明 什么是信 他说若不看见我所做的事 若不看见我的作为 你们是很难信 对不对 很难信 若不看见我的作为 你们很难信 所以换句话说 按我们的理智 按我们的相信 按我们的眼见 本来就很困难 可是如果我们遇见了 一个神的作为 我们就容易信了 这个不仅在第一次信是这样子 以后也是这样子 我刚才不是提到说 半夜 我说我要饶恕某个人 我后来把他请出来 我在他面前突然说了十个 你知道我说完之后 我都吓一跳 我都吓一跳 他绝对不是理见 他就是做不到 你不认识我 我很认识我自己 我是蛮好的人 特别耶稣基督 已经怜悯我这么多年 可是我们这种人里面 就有个至少公平一点吧 听得懂吗 我跟你道歉了二十五次 你一直都没跟我道歉 你还一直对我这样 我都从来没对过你那样 然后你要我饶恕你 没关系 大家慢慢算 天上算 这就是没有饶恕 所以我竟然可以跟他说 我谢谢你 十个谢谢你 一个一个的算 这就不是理见 这样的神迹 就是神做了事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信了 那你说那信什么呢 信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能我们对信不太了解 其实圣经里面的信是接受 信是接受 圣经里面的信 从来就不只是知道或承认 信乃是接受 来 知道跟承认 跟接受差很远吧 我知道有个洪秋华 我承认有个洪秋华 我接受有个洪秋华一样不一样 后面那个是会要命的 对吗 不是啊 那知道有个洪秋华有什么关系 跟我知道有一个李飞芳 知道有一个夜光桌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我接受有一个洪秋华 那就会要命的 听得懂吗 所以接受就是表示我 让他进来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从来不只是个头脑的活动 从来也不只是个承认 就认了 我认知有这件事情 相信跟知道 了解 承认 认知 它是不一个概念 这是大陆用语 它不一个概念 它是不同的概念 不同的概念 圣经里面的相信这个词 从来都是做接受的解释 接受 这个不是说信不用头脑 不用理解 不是 而是说如果你只用头脑 只用理解还不够 不只是知道 了解 不够 连承认也不够 承认有耶稣 承认耶稣为我死 这个都没有用 要接受 接受就是我 拿了 它是个意志上 它是个意志上的 当然这个意志是从神来的 那我就先不讲它 我现在要把它 define清楚 所以它这个接受 就是接受 如果只是停留在脑中 那就是知道 就是承认 从整体圣经来讲 相信耶稣 或者相信神的信 它必须是接受 所以耶稣说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接受 接受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讲 但是这边就是接受 耶稣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做一个动作给你看 你们就不能接受 不是承认而已 你就不能把我接受成 你认为是神的儿子 所以在这边 虽然这个大成是为了他的儿子 而来找耶稣的 耶稣却跟他说 如果我给你一个记号 你就容易接受 我是神的儿子 所以 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说神爱世人 甚至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 什么他的 信他的 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我接受这件事情 接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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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那个神迹 那那个神迹是什么 就是神把他的儿子给他们 所以当我接受的时候 就是我就是他们 我就是他们 听得懂吗 这代换 我不知道这样照不照得到 神爱世人生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这是一个statement 这是一个句子 叫一切信他的 信他的 这个信是接受 所以接受他的 接受他的就是接受神 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 他们里面的一位 这样听得懂吗 不是你接受这个statement 这个接受 不是接受那个statement 是接受 不是认知这个statement 不是认知这个陈述 它是你接受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要把他的儿子 神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 接受 你知道这个接受 这个接受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这个接受只是意志的决定 我问你 接受跟理解 认知 有没有差距 非常大的差距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接受没有比认知 知道 了解 它不是涵盖它 它不是涵盖它 很多东西我们接受 也不太了解 对不对 一副没有结过婚的样子 我接受邱华做我的太太 我后来就后悔了 这样讲完蛋了 再讲一遍 剪掉 导播剪掉 邱华接受了我之后 后来他就后悔了 因为他后来才什么 认识我 认知我 了解我 所以认知了解 是一回事 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接受很多东西 你不了解 对不对 我最近因为这样子 他弄得很不好 然后我看到很多医生 后来就 很多人给我建议 后来我就看到 原来人家 其实很多东西都出来 只是我不知道而已 因为 因为 这完全的西医 现在比较有了 中国人都是推拿 什么什么什么 经脉 什么经络 什么什么 那西医都是 肌肉骨骼 对吗 那最近他们 越来越多的 靠在一起了 所以我最近看到 有些解释 什么 什么 筋 筋膜 有没有 我就开始 原来 后来我就照他方式做 真的有用 真的有用 你接受一个东西 跟你是不是全然了解 没有绝对的关系 我可以告诉各位 也没有人全部都了解 以后才接受的 所以有人到83岁 还不结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想把对方弄清楚 他才要结婚 所以他这辈子就不用结婚了 他不冒这个险的 我讲的都是真的人 我不是不是险 我不是在举例 因为他不敢冒这个险 我告诉你 本来这个信仰 就是一个冒险 所以有一天 我在临生南路送客 弟兄姐妹要走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上来 我说你差不多了 没有 你搞很久了 因为那个很年轻 他很年轻 我跟他很熟 你弄很久 在我们家居住很久了 你赶快信好不好 你知道他走出去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吗 我其实是越来越懂了 不过这个冒险冒得蛮大的 他说冒险冒得蛮大的 后来我就说你说得对 就走了 他就走了 有一天 我要去退休会 我们同个小组的 他虽然没有真正的相信 那他今天开车 我就说怎么样啊 我说你要拖到什么时候啊 他说这个冒险冒得很大 我说当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在门口了 因为他已经搞清楚了 这是个冒险 你怎么可能不冒险呢 你结婚没冒险吗 怎么样 后悔了没有 后悔了啊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信仰你不会后悔 你只会越来越清楚 因此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这里的信也不是承认不承论的问题 这里面的信就是你接受 你接受 我常常鼓励这样 我常常这样鼓励 虽然我知道 这种人不多了 如果你接受一个人之后 你最后不要还可以怎么样 我就不接受你了嘛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可是如果你要一直研究下去 慢慢来 我可以保证你 这一辈子你研究不完它 你无法完全了解它 所以你也无法完全接受它 所以你无法就 这一辈子就结束了 你为什么不找点信心看呢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你就接受嘛 所以接受是说我愿意的意思 不是我理智明白不明白的问题 在这里说 如果给你一个记号 你就接受吧 我鼓励我们当中 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就接受 那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大不了最后还可以怎么样 就再退出去嘛 再退出去嘛 OK 这第一 第二 所以第一信就是 接受 那这个definition非常重要 因为它跟理解 相信 理解跟中文的相信 跟知道 是两回事嘛 你先弄清楚就容易多了 第二 信就是接受耶稣的话 那你说那接受 接受什么呢 信就是接受耶稣 并耶稣的话 我们来念四十九节五十节 我们来念 预备 请 那大臣说 这里说 那人信什么 耶稣所说的话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信就是 接受耶稣所说的话 很多人说 他相信神 很多人说 他愿意接受神 到底接受什么呢 到底相信什么呢 信的对象是什么 信的对象是什么 信的内容又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人信 自己至终会有好的结果 他信的内容是 信耶稣 我就会有好结果 我先告诉你 不一定 因为你信的结果 你跟别人一样会死 你信的结果 跟别人一样会生病 如果你期待 你信了以后 你做生意都一定会成功 我告诉你 没这回事 你趁早不要信 因为你的期待是错误的 你说我信了以后 我就会比别人更顺利 not necessary 我知道很多人说 信耶稣 就更顺利 我不同意 因为圣经上 从来没有这样答应我们 可能我们会因为我们内心更强壮 可能因为我们抗压性更强 以至于你可以做得更好 那个不是因为耶稣排除万难 让你勇往直前 我讲这个话是因为 我自己年轻 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以为为了耶稣这么好 我曾经在这边讲过啊 我以为我信耶稣 信了以后 我走出去外面台风 有没有看过台风 有没有看过台风 我走出去的时候呢 外面一场的雨 只有我不用打伞 我有一个泡泡罩着我 你们都觉得好笑吗 你知道很多基督徒 今天还这样想 我信了耶稣之后呢 亨达信了耶稣呢 他的生意一帆风顺 没有人敢告他 因为他的老爸是耶稣 你听得懂吗 很多人这样宣告的 从来就不是这样子 有的人说 我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所求的都会成就 我答案告诉你 不一定 不一定 我们以为我们所求的 神都要答应我们 我告诉你 没这件事 因为我们所求的 不一定最好 对不对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昨天跟我们吃饭的 那一个弟兄姐妹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你知道吗 他说我到一个地方去 贸易 做外贸 他做外贸的 他在一个地方 做外贸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他守规矩 人家贿赂 他不贿赂 人家怎么样 他不怎么样 然后规矩矩矩做生意 十八年 他说我好好祷告 我努力工作 十八年没有成功 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国家 没成功 他没办法 他只要退出去了 他说神都不听祷告 以后他就退到 他就换到印度去 他就换到印度去 结果他到印度 就做起来了 就做起来了 做起来之后呢 后来他才发现说 如果他在原来 那个地区做起来 最后垮得很大 因为他的同行 都做成功的 后来都垮得很大 你听得懂吗 他不会比他们更好 所以 他的祷告 十八年 神没听 请问你 神有没有听 所以神就什么 阻止他成功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的祷告神都要听 你的儿子 有没有跟你要一个东西 你没有答应过 有没有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要 他的东西 你都要答应他呢 我讲的儿子 是两岁的时候 五岁的时候 八岁的时候 甚至二十岁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答应 他要的东西啊 是不是 他说爸爸 你几亿都给我吧 你就跟他说 没有我几亿 通通要捐出去 你呢 就 一点点给你 他会恨死你 对不对 但你觉得你都给他 是爱他还是害他 以后再说吧 讲起来都很容易 做起来都很难 我们常常说 耶稣会成就 我们所祷告的 不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祷告的是什么 所以耶稣不能成就 我们的祷告 还有人奉属的名宣告 这件事要成就 你好大的胆子啊 你最好不要这样宣告 最后成就了 这件事情会害死你 因为耶稣不一定会成就 别人可能会来帮忙 这样听得懂吗 不需要 我告诉你 信心真的不是这样 没关系 有一天会见到上帝的 大家都会知道 最后的结果 会是什么 这些刚才讲的都有偏差 信是接受耶稣的话 信是接受神的话 信不是相信我能 我会 很多很有自信的基督徒 越来越有自信 就是说我这样祷告 神一定会给我这个东西 没有 信从来的定义都不是这样 信不是叫我们的精神层次提高 提高 自我形象变好 我承认自我形象变好 生意会做得好一点 我承认精神层次提高 你可能做人会成功一点 但这些跟信心 没有绝对的关系 美国人最喜欢讲 I think I can 对不对 That's why I thought I could 这是美国人 可是这个跟我们的信仰 没有绝对的关系 信耶稣也不是叫我们 感念耶稣的好行为 他是一个这么棒的人 我们就要效法他 信耶稣的永恒的生命 也不是说 我因为这个信仰 我就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人 我爱人 人也爱我 我努力我就得着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 那我先把这些排开 那你说信是什么 信是信耶稣的话 那这就是麻烦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从这个教会开始到现在 我们每天都读圣经 有没有 我们今年开始有点变化 我们变成是大家一起来读 四个人读 三个人读 五个人来读 你不要想说 我们这些带领教会的人 是没事干 变一些活动给你 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慢慢的放进去 比一只喂你吃很多更有好处 所以我们让你一遍一遍的读圣经 让你进去 进去 进去 有一天你就自然而然的以为 这件事情是这样 其实那是读进去的关系 耶稣的话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会改变 在这边 他说 在这边 信就是接受耶稣的话 而反映出来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是 耶稣对他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这句话 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对吧 所以他信了耶稣的话 耶稣说什么 说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他就活了 那广义来说 神的圣经 圣经对我们说的话 今天圣灵也感动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 要做出怎么样的回应 那因此 注意听 因此你以为神告诉你什么 然后你就去做 最后没有成功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 有没有这个比例 有 为什么 因为误解 那误解是不是 更了解的过程 对吗 误解是不是 更了解的过程 所以不要每次都一定要对 不一定要每次都要对 那我也不希望你错 我也不希望我错 问题错的时候很挫折 对不对 那挫折没关系 挫折以后就怎么样 就再站起来一次嘛 哪里有一次都 每次都做对的 你千万别相信这种事情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也没有这种事情 可是如果突然 神告诉你一句话 突然神告诉你一句话 那这个也 这个也有经验值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教会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经过祷告 然后跟临身南路谈 然后慢慢弄 慢慢弄一次back and forth 很多次 所以我们就出来了 对吗 我们就出来 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到 我们就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们没把握嘛 我们就说 给我们做一个福音中心 然后我们就租一个屋脊 你还记不记得 屋脊 我们在那边一个小地方 我们只租了 pay by hour的 四个小时 然后我们一个月 花一点点钱 后来有一天 就看到了这个地方 看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祷告 其实我们根本没那个能力 你知道吗 第一我们没有那个钱 来配这个租金 第二个 这还要装修 那我们当然 我们有个母会 有的靠嘛 我们这样回去 可以靠他们 拿一点钱出来 把我们装修起来嘛 可是我们还是要 承担最后的责任啊 因为这个 maintainance的钱 也要很多啊 所以我们就一起 在那边祷告 有一天我们十二个人 就祷告 然后我们就说 最后就是vote 我们选择用投票的方式 来决定 如果没有记错 那天全票通过 说我们要租这个地方 以后我们就高高兴兴的 告诉凤竹 因为他们在隔壁 我们就在 我们要这个地方 他说好 他就跑去一问 礼拜一一问 他说 就在他去问了前一个小时 这个就已经被别人租走了 我们挫折得要死 可是我们当时 祷告了这么久 然后我们竟然十二票 全票通过 然后我们就说 怎么可能呢 但是你们现在在这边聚会 你们就知道 后来我们就拿到了 对不对 我其实也不常来IRB 我真的不常 因为太忙了 有一天我就在那边 走了时候 就跑过来说 楼上说 那个原来要租的那个人 不要了 你们要不要 我说真的吗 我说可是 我们上次已经说 没有拿到 没有拿到 我就发出去说 每一个人再说yes 因为大家要承担 最后的责任 对不对 我才不要承担最后责任 我怎么承担得起 对不对 我就发给他们 然后大家就回去 Yes 我要等到全部人 问题还没到全部 我就已经 他们就请我上去 上去 你知道从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说 你要不上去跟他谈 我说好 我就一发我就上去 到被他赶下来 他已经租给我们了 才十二分钟 后来这就变成我们了 到现在 今天早上 我还在跟光州说 感谢主啊 我们每一年 你们看到结余 都刚刚好剩下一点点 对不对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教会 是把百分之三十 动都不动奉献出去的 我们只用百分之七十 在维持我们自己 都够啊 感谢主 所以当时神告诉我们 我也觉得 神不是说要给我们了吗 我们十二个人都过了 所以不是能够马上看见 可是如果神这样说 事情就会这样成就 弟兄姐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请大家 一直去读圣经的缘故 因为慢慢慢慢你的观念 就会符合圣经的观念 所以第一信就是 接受 第二信就是接受 耶稣的话 第三信就是接受兵 经历耶稣的话 经历 所以接受耶稣的话 你去做 结果没有成功 也很有可能啊 因为就误会 那是耶稣的话 大家能够明白吗 错没关系 不承认自己错 才是有问题的 错没关系 错不再站起来 也是有问题的 可是你不能期待 每次都对 因为它是无限 我们是有限 有限怎么能 每次都了解无限呢 有限能够 每次都了解无限 我们就是无限了嘛 这种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可以 透过接受并什么 经历 再三经历 再三经历 得到个经验值 好 我们来读 五一到五三 好 预备 请 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就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 什么时候见好的 他们说 这一段的第三个信 出现在五十三节的最后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什么 信了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这一个信 是因为他们经历了 耶稣的话 所带来的结果 在这段圣经当中 那位大臣非常爱他的儿子 他所以去求耶稣 是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他接受了耶稣的话 他的儿子就活了 活了 可是当他碰到他的仆人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是问说 请问是什么时候好的 所以我问你 这个人做大臣 有没有道理的 有嘛 人家脑筋清楚不清楚 清楚嘛 清楚嘛 因为他要说 他重点是 他儿子活了 这件事情是高兴不高兴 可是他要知道说 那个说他儿子活的 那个人 跟他儿子活的 那个时间 有没有对在一起 所以我告诉各位基督徒 不要只是一直说 我这次做对了就好了 要想说 为什么我这次会做对 这样听得懂吗 或者你做错了一个决定 你不要说做错了 我再来一次而已 你要问自己说 我为什么那件事没有做对 我告诉各位 这两件事情你多问 你会对神有更多的认识 他突然就展开来了 因为对了 他一定有个原因 错了他一定有个原因 可是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 我们需要经历耶稣的话 我们要经历耶稣的话 他想知道 他儿子好了 跟耶稣到底有没有关系 其实客观的角度来讲 耶稣说好的时候 他的儿子就好了 他的信心就成就了 他不就是要他儿子活吗 妈妈就已经活了 但从人的层面来说 人的信心什么时候才成就的 是主观的时候才成就的 主观就是我知道 或我认为 我接受 是经历的时候 而不是接受的时候 有没有听懂我讲的 我知道有点难 可是这个很重要 我们信心成就 其实客观上是当时就成就 你一信就成就了 可是什么时候你才知道 这个信心在你的里面 到第三阶段呢 就是你确定 这件事跟那件事 有绝对的关系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讲一个例子 我们就要结束了 我到欧华去已经15年了 从第二年第三年开始 我们就要找一个场地 一个房子我们搬过去 或一个地我们来盖房子 从第二年第三年 现在15年了 我们原先去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就跟一个西班牙人的神学院 是西班牙最老的基督教神学院 因为他们天主教国家 基督教是很不容易的 神学院非常穷 快要倒掉了 神就带领我们去找到他们 他们高兴死了 因为他们学生已经快没了 他们的建筑物快要 那个maintain不起来了嘛 那我们去呢 我们就人住进去 就给他付他那个 那我们挂在他的名下 所以注册费也要给他 所以他就活了 我们也活了 我们有地方住 他们有钱 我们就活下来了 可是我们就要找自己的地方 就慢慢弄慢慢弄这样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每次都跟神祷告住 给我们一块地 或给我们一个房子 终于好不容易 我们在海边看到一个旅馆 好得不得了 他们就跟我说房屋 屋主要卖 然后就查 就说这个可以做学校 然后我就特别去看 你知道我在那个旅馆上面 那个旅馆七十几年 七十几年 在他们来说是很年轻的建筑物 这些可懂吗 七十几年 我就在那里看着海边 我就说 将来 我们现在是很穷 将来买了这样的房间 有几十间 上百间的房子 我说 给董事长也留一间吧 因为我每次去都睡这么小间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床 睡下去会拐 这样子 然后我一翻身 它就会出声音 我就这样子过了很多年 所以我就说 如果买在那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董事长留一间吧 然后他们还带我去看说 这一台是特别好的 我就说 那我这一间好了 留下来 讲好了 后来 等到后来 过了一段时间 一查 查到后来 它无法变更 你听得懂吗 无法变更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没办法就算了 那就这样子 后来就 又找到一个地方 高兴得不得了 又去看 哇 又是一个旅馆 那这次更好了 那个旅馆有游泳池 而且是圆的游泳池 中间还有一个island 你觉得好不好 那这样变成全世界 最好的神学院了 对吗 我是硬体了 还有一个宿舍 48间啊 哇 然后有一个 然后这个 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都签约了 都已经到律师的两边 律师的两边 到最后签约的时候 他们里面有一个 他们是共有的几个人 里面有一个人 他过世了 要继承 要办完继承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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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没签那个人就死了 所以要办过 要办继承 这是西班牙的法律 结果在办继承的当中 疫情就来了 我们也不敢买 他也不敢卖了 你听个懂吗 因为价格是涨还是跌 这差距很大 所以就停了 全停了 全停了 后来就 哇 又没了 又没了 可是我知道 神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地方 可是两次信心都落空 后来就找到一块地 这疫情 找到一块地 而且因为疫情 地就变成什么 很便宜 因为很多人生活上过不来 就把主产都卖了 我们买了那个地 好得不得了 才五十万欧元 你简直不敢相信 还有这么好的事 就好 去年十月去 我去 见了那些律师 见了那些建筑师 见了对方 才发现 也没那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厄乌战争开打 你知道吗 物价涨到一个地步 政府也不批了 为什么 批了你也不能盖 你知道吗 那我现在批了你盖 你也盖不起来 那物价涨到 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你说台湾在涨 大家稍安勿躁 台湾这个叫涨吗 通膨正常就是这样 说没鸡蛋 我们又要帮任何政府说话 多看看外面的状况 不要只有批评 多看看外面的状况 那物价涨到 那物价涨到都是按倍数在算 你涨百分之十几 是很轻的 很轻的 那停了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信就是接受并什么 经历耶稣的话 我现在还没有经历这件事 可是我的信心 已经慢慢的成就起来 这件事我还没经历 请问别件事我经历了没有 你呢 一样嘛 对不对 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 都要叫耶稣听你的 那就你做上帝好了 你去钉十字架好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别人钉十字架 你叫他听你的呢 那么你钉十字架 然后我来听你的 或你钉十字架 你来听我的 我们都可以决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信仰 不是以我为中心的 这个信仰不是以人为中心的 这个信仰是上帝 要把他的恩典领到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一 信就是接受 第二 信就是接受耶稣的话 三 信就是接受 并经历耶稣的话 请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仰望你 主啊今天我们 不仅对于生命 是胜过物质需要 是能够满足意志情感 能够唤起良知 并且与你同在的生命 而且我们也知道 原来我们是接受这个生命 我们不是创造这个生命 我们不是策划这个生命 我们不是指挥你来成就我们的生命 我们乃是接受你所要给我们的生命 主啊这条道路上面 有顺境 有逆境 我们都碰过了 而且有的时候逆境逆到 我们是真的气到不行 主啊但是你坐着为王 你没有改变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对的 但事后我们就知道 原来你有更美好的计划 是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主啊我为我昨天听到的那件事情 我向你心上感恩 他十八年兢兢业业 就要在那个地方做事 最后没有成功 他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做的 你就赐福给他 当他昨天说我谢谢主 他十八年没有给我成功的时候 我知道这就是经历你的话 就你让我们现在在受苦的人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也继续相信你 我也为我所想要一个地 把学校盖起来 好让我可以更多的时间 就把那边的工作 交给当地的人回来 我来祷告 主啊但是我 接受你 接受你的话 求你让我经历你的话 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 都求你垂听 但是照你的意识成就 不是照我们意识成就 谢谢主 等一下我们就有一些的 小组的分享 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 我们还有各样的聚会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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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